大家好 我是慢条四里开快车的可人 今天的天气非常炎热 我是在广东国际赛车场 体验极力超级联赛的赛道活动 那赵庆这条赛道呢 我是第二次来 但上一次来其实是在八年多前 所以基本上相当于 我是重新学习这条赛道的 从去年开始 极力超级联赛的赛车 已经从D豪GL的赛车 换成了极力新丁锐的赛车 其实它在动力规格上 和D豪GL还是一样 同样采用的是1.4T的发动机 141马力 能用这样比较清明的紧凑型家教 作为一个赛车的基础改装 我觉得是也很符合 这个赛事的清明的赛车的定位 我现在身边的这台 极力新兵锐呢 其实就是下午将要用于 跑全赛道的车型 从外观上看 它几乎和普通版本 没有什么差别 但仔细看啊 其实它的这个轮胎 是换过了半热绒的轮胎 而且据说它的这个刹车 也采用了这个高耐热 竞技型的刹车片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它车内并没有进行赛化的改装 当然之后的正式比赛的话 会采用车内赛化轻量化的赛车版本 现在我身后停着的这台车 才是正式比赛会使用的赛车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行了赛化 里面不需要的座椅已经拆空 并且加上了防滚架 而它的刹车系统呢 已经不仅仅是刹车片进行更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刹车卡钳和刹车碟 都采用了更高性能的装备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它装了一个大尾翼 角度也是可调的 所以可以根据不同的赛道特性 来调节尾翼的角度 而且呢它的悬挂也是进行了改装 我们看到已经比普通的车型低了很多 我们甚至可以从车内 看到它这个避震的调节点 就在这里调节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下午的计时赛环节现在已经开始了 各位媒体老师呢 已经按照分组的顺序开始陆续出场了 这个计时赛呢 先分一个看路圈 由安全车带领 然后才开始一个出场圈 再接一个计时圈 最后一个回场圈 鉴于我对赵庆赛道的不熟悉 和很久很久没有开手动挡呢 我对成绩也不会抱太大的希望 反正享受这个学习提升的过程吧 终于轮到我驾驶宾锐出场 算上出场圈 每个人大约能够驾驶三到四圈 其实前两圈我基本上是在熟悉赛道 同时也是熟悉手动挡的操作 我甚至在第一个计时圈 犯了一个想要降挡进两挡 结果挂进四挡的低级错误 宾锐的变速箱挡位 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 主要是我的技能太生疏了 也许任何一名出租车司机都比我熟练吧 但有一点必须说的是 由于宾锐的方向盘不能前后调节 我上车后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自己激烈驾驶的坐姿 如果方向盘距离合适 那么我的腿就过于弯曲 如果腿部角度调到合适 那么方向盘又会离得太远 希望吉利之后可以给宾锐加上方向盘前后调节 为了增加安全性和趣味性 主办方在赛道几处设置了一些减速装筒 打乱了原本的正常赛车线 不过实际上只要克服心理的恐惧 全速杀进其中的一些装筒区域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刚刚已经完成了我的即时圈 其实真的我说过真的是手动挡太生疏了 中间甚至要退两挡的时候挂进了四挡 反正正在参与吧 现在这个成绩还不知道 据说是要在三天之后才会公布成绩 不过刚才这个过程我还是挺享受这个乐趣的 吉利宾锐这个车的操控 我觉得在紧凑级轿车中已经是比较的运动 它的侧向支撑真的是相当不错 而且车头指向相当的精准 只不过其实在这个动力方面 我觉得转速比较低的时候 确实因为小排量还是动力发力比较弱的 当然达到三千转以上的时候 它这个涡轮一上来 这个爆发力还是挺强的 然后它的刹车也是非常的强力 只不过在连续的两三圈跑下来之后 稍稍能感觉到一点热衰竭 不过这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因为它的卡钳用的还是原厂的单活塞卡钳 如果到了后面的那个正式比赛用车的话 那个刹车会更加的耐久 刚刚看到初步的成绩统计 我是排在今天三十多位媒体老师中的第四名 其实前四名的成绩都相当的接近 但只有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超级联赛的总决赛 那也恭喜前两名媒体老师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首先还是我的手动挡的技能太拉垮了 平时只用惯了拨片啊 都没有接触手动挡 我觉得我回去要好好弄一台手动挡的车型 好好练一下这个换挡的基本功 另外呢我在刚刚的驾驶中 我觉得自己也开的有些过于保守啊 前几圈基本上还是在学习这个赛道 适应这个赛道 然后最后刚刚开始冲刺的时候 其实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回头来想还有好多个弯角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所以对我来说 这也几乎是一条新的赛道 那么今天也算是增长了一些经验值 赛车的现状确实是一项烧钱的运动 但吉利超级联赛15年来 一直在努力的目标之一 就是降低这项运动的门槛 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参与进来 赛车普及了 赛车运动成体系了 中国的赛车运动才会发展得更好 对了你也可以报名 微信上搜索超级联赛 只要你年满18周岁 持有C1兆两年以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键盘车神 你甚至还可以通过电竞的形式 加入到战斗 最后记得点赞和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中聊一聊 你们对于超级联赛和平民赛车的看法